大家好我是Spark 在新年的第一个影片 我有说过 我要尝试更多不同类型的影片 那 今天的这个影片 是我的一个新的计划 我把它叫做 万物皆可理财 在这个计划 我会扮演一个理财的控制狂 凡事都可以从理财的角度 来探讨事情 而今天我们万物皆可理财 要探讨的第一个主题就是 从理财的角度 来看生孩子的件事情 那我直接把我的结论跟大家讲 不用绕圈圈 生小孩见事情 从理财的角度来看 叫做 血本无归 如果你想要生 千万不要去想着 有什么回报 你要想的是 有没有本事生 有没有本事养 让我来算算挑战给你看 那 跟大家坦白一件事情 我自己做理财规划 做的最失败的一个预算管理 就是 生小孩见事情 我原本以为 一个小孩子 应该一个月花一个 400到800马币就差不多了 因为我想说 大学毕业生 一个月薪水也就赚一个2000多块 一个小孩不可能一个月要花一个大学生一个月的薪水嘛 结果 到我真的有我第一个小孩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真的是 tool young too simple 好傻好天真 那我本身现在有一个接近两岁的小孩 所以我现在就有这个资格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跟大家分享这个生小孩跟养小孩要花多少钱 那我会先跟大家分享生小孩见事情先 那生小孩见事情要花的钱 是从怀孕的时候就要开始了的 一般上是怀胎10个月 每个月要去看医生一次 一次大概是200块钱 聊一下天 收一下看诊费 拿一点补铁纸的那些保健品还有一些药 然后每次都会做一个超音波 音那个照片出来 那些都是需要收钱的 200块是大概一个平均的一个数目 我先跟大家的声明 我这边说的数目只是我一个个人的经验的分享 这个朋友会根据你住的地方 看是私人医院还是政府医院 自己身体的一个情况而有所不同 所以大家不要对这个数目敏感 一定会有一点粗度的 大家就把我这个数目当作一个参考就好了 那除了看诊费 医生一般上都会要求做一个 臭氧水的检查 那检查看胎儿有没有基因缺陷之类的 那这个也是很特别 有便宜的也是有贵的 从几百块到几千块的都有 那当时我们就好像选的是一个 千多块的 我就把它当作是一千块好了 那怀孕期间的费用是大概三千块 这当中有一些费用我们就不算进去了 比如怀孕期间 心情不好 摔坏一些悲悲悲悲悲的费用 或者心情大好 想要吃鲍鱼 就讲这包包在肚子里面想要吃的一些费用 这个就很难算啦 因为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那讲完怀孕 我们就来讲生小孩的费用了 生小孩就有分自然产跟剖腹产 那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孩子在肚子里面很大 又没有要生的感觉 所以就叫师傅选了一个良辰吉日 选说在哪一天 几点的时候开刀 想当年 师傅给了我三个日期来选 我看到 忘过母这三个字 我就果断的选了这个日期 那跟各位讲 那个开刀的义程 也是很明白事理的 他已经知道说我们华人开刀是要选日值的选时间的 只要是他做得到的时间他都会配合的 那配合是配合 费用还是要照样算的 我们那个时候开刀的费用 包括住几天 孩子的看诊费 大概是一万两千块钱这样子 这个是吉隆坡私人医院的费用 那自然产的话大概是四至六千左右 那生完购后 根据我们华人的传统 第一个月就需要坐月子 那坐月子的话 我们当时是去住这个月子中心 一般上如果在月子中心坐月的话 就有本高级跟普通的 一般上费用是在一万到一万五左右 我们就算它是一个一万块好了 如果在家里请坐月婆的话 大概是四千到六千块左右 所以加加减减 从怀孕到生小孩到坐月的费用 大概是八千块到两万五不等 那我自己的话 因为选日子开刀 还有住比较好的月子中心 这个过程大概是花了三万块马币吧 那一般上这个费用是身为难的 我们要出的 因为老婆生小孩都已经那么辛苦了 我们出一点钱也是应该的 那讲完生小孩了过后 就要讲养孩子的部分了 那生一个孩子过后 我们就需要负责他 往后至少18年的开销 那我就把养孩子分为三个阶段 一到六岁是一个阶段 七到六岁读小学是一个阶段 然后另外一个阶段是 三岁到十八岁读中学 又是另外一个阶段了 那最花钱的阶段就是 一到六岁的这个阶段 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还小 只能喝牛奶 然后一定要用尿布 尤其是一至两岁的这个时候 是要人24小时的照顾的 那牛奶粉的话 一个月大概是350 尿布的话是大概150 然后前面两次要打一些预防针 三个月到半年打一支 平均下来一个月打预防针 差不多是200块 那买一个医药保险给他的话 一个月大概是100块 这些加起来就临时800块了 那因为孩子小 需要一个人24小时的照顾 真的是24小时的 小孩子几个小时就要 喂一吃奶换一吃尿布 这个照顾的费用 我们就以马来西亚最低工资 1200块来算就好了 这个1200块是一天做8个小时 一个星期休息几天的工钱 而照顾小孩是724小时的 我们也是一样照算1200块就好了 那如果你是自己雇的 你也要算这个1200块 因为你有这个机会成本 原本你的时间没有拿来照顾孩子 你是可以选择去工作 拿到这个最低薪资的1200块 今天如果你选择在家照顾孩子的话 你就失去了赚1200块的这个机会 所以一个小孩 日常的开销是800块钱 再加上看护的1200块 一个月就需要2000块的开销了 跟我一开始预想的 400-800块真的是差很多 而且这个我都还没有算上一些 买衣服买玩具的费用哦 所以养孩子真的是蛮贵的 那当孩子大一点的时候 可能3岁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吃一点粥啊饭啊 就可以省下一点的奶粉钱了 可是这个时候就差不多是上托儿所上幼稚园的 那边也需要一笔费用 所以3-6岁的时候也是印象差不多一个月是2000块左右 或者更少一点 那7-12岁的这个阶段 虽然我还没有体验过 但是我有学问过我的一些前辈 小学的这个阶段是最省钱的 因为不用什么喝奶粉了 基本上就是桌子上加多一箱筷子就可以了 然后读小学基本上也不用什么开销 记得就是补习要花一点钱 我预计一天吃一个20多块钱 一个月差不多800块 补习加学校一点杂费差不多200块 加上一些保险和一些不知名费用 我说拿一个500块 就差不多1500块 那13-18岁读中学的时候 吃的东西变多了 然后补习费增加 就开始需要有一些娱乐的需求了 要买电脑 要电话 要出门跟朋友一起玩 我们就讲次800块 电话电脑网络平均一个月200块 一年就花2400了 这个已经包括了 买电脑买电话的钱了 学校上课补习的话 花一个200块 他自己平时出去娱乐开销一下 给他一个星期差不多80块的预算 一个月也差不多300块了 再加上保险和一些不知名的费用 算他一个500块 所以平均到来一个月也需要一个2000块 真的是不少 那如果要过要读大学 就要在原本的2000块上 再加上至少一个800块 因为出去读书 可能就需要住外面 或者需要一辆车 所以加加起来 就差不多是800块 一个月就是2800块 这个还没有包括读大学的学费哦 三年可能是5万块左右吧 这个就要看他是读公立的学校 还是私立的学校了 还有看是读什么科系 如果不读 他要去直接就去工作的话 那就最好了 那我这边做了参数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算多了 就比如吃的费用 哪里需要一个月800块 但是如果你问我说 我为了父母在理财规划 有学到什么最重要的事情的话 我会跟你说是 一定要多算 因为做父母的 很容易就会多花钱了的 比如发烧一下 一天不能好 就要去医院检查 检查的话 医生问你要便宜的还是贵的 选哪一个 这个时候你就会讲 什么选哪一个 给我选最好的 我的孩子好起来比什么的重要 还有跟大家讲一下 莫母的钱是最好赚的 比如说有人跟你讲说 这个保险品是贵了一点 可是听说 吃的对孩子的头脑发育很好 买不买 有本事一定买的 所以你一定要多算一点 那在这里 我就不把全部的数目加起来跟你讲说 养一个孩子需要多少钱了 因为那个钱不是你一次过出 而是分18年每个月给的 我总结的话 生小孩的费用 大概是一到两万块 养孩子的话 每个月平均的费用是2500块 那些多出来的钱 你就把它当作是存起来 做一套未来的交易费用 这样算起来其实是差不多的 所以是生一个小孩 一到两万 养一个孩子每个月2500 那你们听到这个过后 问一问自己 请问你们准备好生小孩了吗 准备好孕妇这开销了吗 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的话 那就记得一定要避孕 做好安全措施 做个负责任的人好吗 那如果你已经做好准备要生了的话 我想要跟你说的是 生一个小孩没有你想一种的恐怖 有时候你看到孩子那么的可爱 你就有动力去赚钱了的 所以不用担心 你看 可爱吗 可爱吗 是不是很可爱 各位 你不要觉得我们有问题 因为在父母的眼中 自己的孩子永远是最可爱的 那如果你未来也想要生 不管是现在多少 还是未来想要生多少 我这里要给你两个小贴士 第一点是 第二个孩子的费用 会比第一个省 在经济学上 我们会把它叫做 边际成本的降低 逻辑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你有多一个孩子的话 第二个孩子 可以穿第一个孩子的衣服 玩第一个孩子的玩具 吃饭的话 反正也是煮了 就煮多一分罢了 所以 费用会比起第一个孩子的要低 那第二个贴士是 请你现在开始 就对你的父母好一点 做一个孝顺的孩子 因为 如果你的父母 愿意帮你照顾孩子的话 你会省下很多的钱 那最后就跟大家讲一下理财啦 理财投资真的是很重要 我相信现在已经没有 所谓的养儿防老件事情 我们做父母的 也不希望给孩子负担 那你想看 养一个孩子 就已经花那么多钱了 如果你剩下来 为数不多的钱 你还不好好地存起来 你以后要靠什么来退休 所以理财投资请尽早开始 如果你想要更好的学习理财投资 帮助你以后 可以过上幸福轻松快乐的生活的话 那欢迎你参与我们的 理财投资训练营线上课程 保证可以帮到你 参与链接我把它放在简介里 现在报名还有特别优惠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帮助你的话 或者如果你喜欢这个新系列的话 记得在这个影片按赞 你要让我知道 如果你对养小孩 有什么想要分享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我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 都会上传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影片 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 记得在我的脸书按赞 然后按优先关注 如果你想要关注我的私生活的话 就记得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谢谢大家看完这个影片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咯